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到处都是关于海洋的装扮 房间里还有一个巨大的鱼缸 正当两人玩耍时 珠宝商走进了房间 阿金看到雇主后 连忙站起来解释道 不好意思 我的女孩和安娜一样大 所以我情不自禁陪她玩耍了一会儿 善解人意的珠宝商并没有指责阿金偷懒 毕竟阿金已经为自己工作了很长时间 她很了解阿金的品性 随后阿金结束了自己的工作 她顺便把自己刚刚发现蜂窝的事情告诉了旁边正在忙碌的橱虫公司的人 橱虫公司的人戴着工作面具 对她伸了一个大拇指 此时珠宝商拿着厚厚的信封来到阿金面前 她因为努力工作拿到了相对丰厚的报酬 随后珠宝商向阿金告别 他们一家四口要一起去旅游 估计两周后才能回到这里 所以房子的装修要推迟到两周后 阿金默默地记下了这个消息 不久后 阿金带着一只泰迪熊来到一家酒馆里 她的女儿正在桌子上盼望她的到来 女儿看到泰迪熊后非常高兴 这时他们旁边出现了一个尖酸刻薄的女人 她就是阿金的妻子 妻子看到泰迪熊后很不高兴 她把阿金拉到一边 并质问她为什么要给女儿买礼物 还问她有没有拿到工钱 阿金无奈地把今天的报酬递给妻子 然而这点报酬仍然不足以抵消妻子欠下的巨额外债 妻子警告阿金 如果今晚不能解决外债的问题 那她只好带着女儿逃离这座城市 生活的压力彻底压垮了阿金 在走投无路下 阿金联系上一个黑市商人光头哥 随后阿金坐进了光头哥的车里 她告诉光头哥 自己准备趁珠宝商外出度假时去偷珠宝 而且自己已经摸索到保险柜的位置 所以希望自己事成之后 光头哥可以负责销赃 销赃后的钱两人兑半分 最重要的是自己在明天就要拿到那笔钱 但嚣张跋扈的光头哥并不同意阿金的提议 她告诉阿金 黑市有黑市的规矩 不可能说什么时候给钱就什么时候给钱 更何况自己是负责销赃的人 所以怎么分钱应该由自己决定 但阿金没有妥协 他一口咬定要明天分钱 即使光头哥用打火机烧他的手来逼迫他 阿金也依然如此 无奈的光头哥只好同意两人四六分账 但要求就是阿金要在午夜前把珠宝交给自己 于是就在当晚 阿金驱穿来到郊区 他身穿夜行衣头戴面罩 准备进入珠宝上的家中 可就在这时 一只猎犬瞬间扑向了他 幸亏猎犬脖子上的铁链不够长 不然他就要被猎犬狠狠咬上一口 阿金惊魂未定地看着眼前不断吠叫的猎犬 他有点疑惑 毕竟白天时这里还什么都没有 随后阿金把猎犬抛到脑后 他拿出开索工具 顺利地闯进珠宝上的家里 此时房屋内漆黑一片 阿金静止来到楼上 他打开珠宝上卧室的房门 快步走到白天金发姐对着的那块镜子面前 紧接着他掀开镜子 原来镜子下方就是保险柜 为了让自己可以更好的工作 阿金摘下了自己的面罩 正当他拿出工具准备打开保险箱时 楼下突然传来莫名的脚步声 阿金连忙躲进一旁的办公间 他以为是珠宝商回来了 可一墙之隔的人并不是珠宝商 而是一个戴着诡异皮质面具的怪人 怪人走进卧室 阿金趁机从办公间的另一扇门来到楼下 他刚来到楼下 那个怪人就进入到办公间内 此时楼下的阿金准备逃离这里 他认为珠宝商已经回来了 可阿金却打不开楼下的大门 他看到大门不知何时被加固上了三把门锁 而且门锁的钥匙孔还是特制的 他无法撬开门锁 这时阿金听到楼上传来下楼的脚步声 于是他转身再次回到卧室 他决定索性打开保险柜后再离开这里 然而此时突然从通风口里传来珠宝商的求救声 紧接着满脸是伤的珠宝商就被扔了下来 倒地的珠宝商刚好看到躲在一旁的穿夜行衣的阿金 愤怒的他因为阿金就是罪魁祸首 然而就在他挣扎着准备拿出球棍反抗时 他却无意间触动了球棍上的机关 一条铁丝把珠宝商拉走并掉了起来 并被机关摔下楼梯 这时怪人再次出现 他把昏迷的珠宝商给拖走了 意识到情况不对的阿金赶紧拿起电话准备报警 当他把电话放到耳边时 却被听筒里的一根针差点刺穿耳朵 惊慌无比的他 想看能否破窗逃跑 虽然窗户被木条封上 可阿金还是想尝试一下 他下意识地把手伸出窗外 但木条的下方居然有两个交错的刀片 刀片死死地卡住了他手上的血肉 让他不能抽开 阿金明白自己不能被卡在这里 于是他咬紧牙关用力一拽 他手上的一大片血肉瞬间被刀片挂掉 幸好他的手成功抽了回来 阿金忍下疼痛简单包扎了一下血流不止的伤口 准备去寻找其他出口 在搜索的过程中 阿金发现房屋里早已被怪人布置的陷阱重重 绑上匕首的吊灯 满地的不兽夹 隐藏在房间的锋利铁丝 看着这些天衣无缝的机关 阿金自知不是怪人的对手 他小心翼翼地避过各种机关陷阱 并且他始终竖接耳朵 倾听着怪人的脚步 可阿金还是被脚步声逼进地下室 不过在这里他找到了饱受虐待的珠宝商 珠宝商为了逃出生天 他主动告诉阿金保险柜的密码 他希望阿金可以拿到保险柜里的手枪成功解救他们 而手枪的子弹单独放在抽屉里 更重要的是 阿金从珠宝商口中得知 小女儿安娜并没有被抓住 他就躲在房屋的某处 看着多年的雇主如此凄惨 阿金连忙答应珠宝商的请求 随后阿金在地下室深处 找到了躺在浴缸里的珠宝商的妻子金发姐 他除了不能活动外 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大碍 阿金希望他用尖叫声引开怪人 而自己则去拯救安娜 为了女儿金发姐全力吼出震耳欲聋的尖叫声 阿金成功地转移了怪人的注意力 可阿金不知道的是 他手上的鲜血无意间摸在了金发姐的手臂上 当怪人看到金发姐的那一刻 他起了疑心 另一边 阿金利用密码打开了保险箱 并拿到了手枪 他还顺手牵羊地拿走了一块钻石 不幸的是阿金在抽屉里没有找到子弹 他反而在衣柜里找到了一个红色的箱子 阿金带着疑惑打开了箱子 却赫然从箱子里爬出一个浑身是血的老头 老头告诉阿金 房间里的那个杀人狂 正是不久前新闻报道中的那个夜魔 自己则是夜魔的受害者 夜魔喜欢像机油一样的杀人 但他只杀没有被选中的人 至于被选中的人 他就会把那个人塞进箱子里 带到下一个犯罪现场 并重新为箱子更换一个人 随后老头的精神逐渐崩溃 他开始大喊大叫 阿金为了安全的能把老头重新塞回箱子里 紧接着他继续寻找着出口 这时他看到一个房间里的窗户是打开的 于是他静止走进房间 但房间地板上带有腐蚀性的强力胶 牢牢地粘住了他的鞋子 而在他的不远处 有一只猫咪也被困在强力胶里 阿金在挣扎中 无意间打翻了一本书 书本掉落的动静 被地下室的夜魔听到了 他静止朝着楼上冲去 这时的阿金脱下鞋 用力地跳到床上 同时他还不忘把鞋子收起来 可鞋底早已被腐蚀殆尽 阿金不忍看到猫咪挣扎 他强行把猫咪爬了出来 紧接着他把猫咪扔到窗外 但窗户的机关落下 猫咪瞬间被斩成两半 原来窗户也是一个陷阱 夜魔听到猫咪的叫声后上来查看 阿金则有惊无险地靠着一堆抱枕 把自己藏了起来 他成功夺过了夜魔的视线 阿金认为凭借着自己是无法战胜夜魔的 于是他拿走一根区别针 重新返回地下室 他想用区别针撬开珠宝匠身上的铁铐 但他却看到 珠宝匠已经被开膛破肚掉了起来 阿金只好放弃珠宝匠 他来到金发姐身旁 利用区别针成功撬开 捆住金发姐的手铐 他叮嘱对方一定要低头跟着自己行动 结果刚走出去 金发姐就无意间踩到地上的血泊 紧接着他抬头望去 当他看到地下的肠子和被吊着的尸体后 他的大脑瞬间被恐惧占领 金发姐失去理智地往楼梯上跑 他打开门想赶快离开地下室 但当他打开房门的那一刻 一把匕首就已经刺进他的腹部 在连续几下后 金发姐倒下了 而夜魔手持匕首出现在门口 此时阿金趁夜魔处理金发姐尸体时 终于逃出了地下室 他听到门外传来汽车的喇叭声 并透过窗户 看见珠宝上的大女儿黑发妹 带着男友回家来了 夜魔也听到了这个声音 他手拿匕首蹲在一旁 默默等待着两个新猎物的到来 两人刚进家门就开始轻轻握握 完全没有注意到家里的异常 直到黑发妹无意间看到一旁的夜魔时 他们这才意识到家里进人了 男友看着卧道的夜魔并不害怕 他甚至还想上前和夜魔进行搏斗 可夜魔一刀就刺穿了他抡过来的拳头 然后夜魔轻轻一推 男友瞬间触发了多个机关 而更不幸的是 他在亮枪中踩到了捕兽夹 紧接着男友倒在了铺满捕兽夹的地上 随着一声一声金属的咔嚓声 他的全身都被捕兽夹给夹住了 黑发妹看到这一幕后惊恐地发出惨叫 夜魔听到后连忙上前掐住他 不料黑发妹在慌乱中还是拨通了报警电话 可他还没说话就被夜魔制服了 另一边阿金抓住机会连忙跑到楼上 他借助外界的雷声和夜魔的打斗声 成功撬开了固定窗户的木板 然后他利用闹钟的声音转移了夜魔的注意 等到夜魔转身去楼上查看情况时 阿金趁机下楼解救被铁丝困住的黑发妹 谁知惊恐的黑发妹把他错认为帮凶 黑发妹拿起柜子上的剪刀准备进行反抗 可他再次触发了机关 机关直接把他插到满钉子的墙上 黑发姐瞬间失去生命 阿金看着房屋里的人一个个死去 他再也忍不了了 他要赶快逃离这里 随后他趁夜魔查看机关时 连忙逃到楼上 他本想带走箱子里的老头 可老头的双脚被铁丝缠住 他无论怎么使劲都无法挣脱铁丝 于是阿金只好独自离开 在滂沱大雨中 阿金一蹶一拐地向前方跑去 这时他想扭头查看一下房屋的状况 结果他也回头看到珠绑上的小女儿安娜 他正在窗户上向自己求救 阿金思考片刻 随后他重新飞檐走壁回到屋内 此时屋子里的夜魔也发现了安娜 正当他伸手准备抓住安娜时 阿金挥舞着没有子弹的手枪 砸在了夜魔的头上 紧接着他抱着安娜 躲到了安娜的房间里 夜魔缓过身来后 愤怒地敲打着房门 这时阿金心胜一计 他利用水电制造机关 准备反杀夜魔 当房门打开了一刹那 阿金把房间里的鱼缸推倒 而小女孩站在床上 把电视扔到水里 可夜魔并不愚蠢 他把老头推进房间 老头瞬间触电身亡 阿金看到这一幕后 连忙躲开夜魔头指的三把飞刀 然后他抱着安娜逃到浴室 这时他看到浴室里 有一个连接地下室的通道 于是他直接把安娜送了下去 安娜刚刚落地 夜魔就撞开了房门 在缠斗的过程中 阿金撕下了夜魔的面具 他惊讶地望着夜魔的脸庞 他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夜魔 但夜魔直接一拳打晕了他 等到阿金再次醒来时 他发现自己的手背和后背 都被鱼钩贯穿了 鱼钩死死地卡住他的皮肤 疼痛让他无法挣扎 然后夜魔用锤子和凿子 敲敲阿金的牙齿 阿金没有挣扎 他撇到了一旁 躲在桌子下的安娜 他知道如果自己挣扎的话 夜魔就会发现一旁的安娜 另一边 黑发姐之前拨打的报警电话 起了作用 一个警察驱车赶来 而且他看到了黑发姐死去的男友 这时夜魔听到警笛走了出来 他毫不畏惧地看着警察 等到警察离他越来越近时 夜魔吹了一声口哨 一只猎犬 瞬间咬向警察的喉咙 他狠狠地啃食着警察的血肉 原来 开始阿金遇到的那只猎犬 是夜魔的狗 随后夜魔打开警车 拿到了里面的一把现弹枪 而警车里传来警方的呼唤 原来刚刚警察的惨叫声 被对讲机收到了 警方的支援马上就会赶来 与此同时 阿金强忍疼痛 挣脱开束缚 这时他发现 金发姐在浴缸里死去了 而且浴缸里被盗满汽油 但阿金来不及多想 他要带着安娜离开这里 他挣扎着通过通道爬到浴室 然后他用绳索将安娜拽到浴室 可夜魔用猎犬 快速地找到了两人的位置 当猎犬扑向两人的那一刻 阿金拿着早已准备好的活桶 套在了猎犬的头上 紧接着阿金举起猎犬的尸体 扔向夜魔 夜魔慌乱中开枪射击尸体 而阿金趁机扑向夜魔 他将夜魔的线弹枪甩到地下室 然后两人开始搏动 在搏动中 阿金抓住机会 眼花缭乱 紧接着他被阿金一脚踹到地下室中 阿金锁上地下室的房门后 就准备带着安娜离开这里 他捡起地上夜魔掉下的钥匙 然后他带着安娜来到房门前 只要用钥匙打开房门 他们就可以出去了 可两人发现 钥匙在刚刚的搏斗中被意外打断 这时缓过神来的夜魔 拿起线弹枪 轰开地下室的房门 正当安娜绝望时 阿金看着旁边的镜子 有了一个主意 等到夜魔走到出口这里时 他用迷惑不清的眼睛看到了房门前 蹲着两个人 于是夜魔毫不犹豫地冲着两个人开枪了 结果子弹击碎镜子后 贯穿到房门上的门锁 而躲在一旁的阿金启动了开关 没等夜魔反应过来 绑上匕首的吊灯 就已经从天花板上砸中了他 原来阿金利用反射原理 成功欺骗了夜魔 趁夜魔被吊灯困住时 阿金赶紧带着安娜跑到大路上 在滂兔的大雨中 警方的支援也逐渐赶到这里 兴奋的阿金直接冲到马路中央求救 结果因为雨太大 他被警车撞飞 在看到小女儿被警察发现后 阿金如是重负地放心地昏了过去 随后阿金被抬上救护车 这时不远处的豪宅发生爆炸 一切证据全部烟消云散 不过阿金并不在意 因为他已经系下了夜魔的脸庞 随后救护车带着阿金驶向医院 而警察们还要留在原地处理现场 在行驶的过程中 阿金问旁边的救护人员几点了 他到现在还记着自己的女儿 可突然救护车翻车了 幸好阿金被固定在单架上 他才没有受伤 紧接着后车厢被人打开 夜魔手持匕首 拧笑着冲了进来 他毫不费力地击杀了车上的救护人员 此时浑身是血伤筋疲力尽的阿金 根本不是夜魔的对手 他被夜魔拖下救护车 然后夜魔静止把他拖到另一辆车里 阿金还想挣扎 但夜魔狠狠地给了他量全 就这样 他成为了夜魔新的藏品 而夜魔走到车旁 撕下了雏虫公司的标签 他将会带着阿金前往下一个杀戮现场 夜魔一部很精致很经典的影片 男主角善良冷静勇敢机智的一面 刻画的都很好 剧情紧凑干净 还面面俱到 有很多伏笔和细节 整部影片非常充实饱满 是一部难得的惊悚佳作 希望各位喜欢 好了 我是不喜家步 我们下期再见 可以 来 来 来